謝謝主席,主席文麻煩請衛福部助長 請,部長 委員好 部長好,幾個問題請教 拜託針對問題回答 你喜歡美國總統當時尼克森嗎? 你喜歡他嗎? 如果說真正的 喜不喜歡就好了 他是你的偶像嗎? 不是 他不是你的偶像,那你怎麼學他呢? 他不是當初的他的全球罵名連連 就是因為他講說 只要是總統做了這件事 就表示這件事情不違法 你的邏輯啊,前兩天的邏輯 就是說,只要行政部門做的話 他就是不違法 你不是學法律的嗎? 你不是學法律 我們憲法的 我們看到這個上面的報道 你不是講說這個 只要是行政部門 我看到媒體上面報道 所以他是錯誤的訊息,是不是? 你否認說你曾經講過這話 那很好啊 我不知道有人在講的是哪一句話 不是,你在講說這個 憲法的部分 你不是在講說提到的就是說 這個蔣安安委員呢 這個你不知道他是哪一個學校畢業的 你需要這樣子侮辱 這個不僅僅是蔣安安委員 也連他的學校都一起侮辱嗎? 那個是行政法的ABC啊 哦,那個是行政法的ABC 是說只要你行政部門做的話 他就是合法合憲的 這個是行政法的ABC 我必須 你學法律的 你講的出口 我必須要 我必須要確認 那我請問你 我們的憲法裡面 我才會去做嘛 我才會去做嘛 是啊,他要求你要做啊 不表示你做了就是合法合憲的啊 但是我必須要確認說這件事情在心理上 你確認是你確認了嗎? 我現在待會就提出來告訴你說 你做的事情不要講合憲 連合法都談不上 你不好 你覺得好笑嗎? 這個是全民的事情 你覺得好笑嗎? 我現在請問你說 你必須要侮辱 這個在本院的這個委員之外 你連他的學校你都要侮辱 他跟你的意見不同 所以他的學校就是哪個學校畢業 我才跟你講說 他已經不是委員嗎? 他不是委員 你也要尊重他呀 你卸任的話 陳時中你可以分業去業會 陳時中 陳時中已經不是部長嗎? 我不能說他幾句 你說他要有道理嗎? 我講的沒有道理嗎? 你講的 我告訴你有道理嗎? 我們的憲法裡面五權分立 所以只要你行政單位說了就是對的話 其他的都不是 這種所謂的限制 13條緊急的情況 你在這跟你這本案有什麼關係呢? 你在扯什麼東西呢? 為了公共利益 講得好 我現在問你前課 前課 為什麼 我們先不講別的 講你自己 我們的公務人員的這個倫理的規範 你通報了嗎? 通報什麼? 你不是說前課有跟你接觸 然後呢 也講說有不只是你啦 我沒有說全隊有跟我接觸 還有其他的你們的這個 這個衛福部的人員嘛 前課在接觸的時候 我從來沒有講說全隊有跟我接觸 沒關係 你要否認嘛 沒關係 你要否認嘛 那我會請教你啊 剛才委員跟你講的啊 只要是媒體報導是假訊息 你就應該去告發呀 不是嗎? 你要讓訊息撤掉啊 不是嗎? 人民有資的權利不是嗎? 錯誤的訊息要讓他不要再繼續的傳播 不是嗎? 不是嗎? 那我問你 你現在就說你的衛福部的人員 有沒有碰到請託官說 有沒有在三日之內 陳報長官或智慧陣風機構 有還是沒有? 人家來說 我問你有沒有 你只要告訴我有沒有 沒有這樣子回答的 所以你整個衛福部裡面 從來都沒有碰到任何有人關說 你現在內福部你自己當部長的時候 你接受到的報案的情形 有沒有符合你的公務人員 廉政倫理規範 有還是沒有? 有人在問什麼? 什麼叫我在問什麼 我說到你上任到目前為止 有沒有任何的碰到 你有接受到任何的你的下屬 告訴你說曾經有請託官說 然後跟你通報 然後也知會陣風單位 到目前為止 幾件? 目前的話我沒有接受到 零 零 所以大家都聽到了 衛福部呢到目前為止 有通報陣風單位的請託的案子呢 件數是零 那你又說什麼前課咧? 我沒有辦法確認說 什麼叫確認 他是上面講說他要通報長官啊 你沒有接到就是零件啊 不是這樣子嗎? 委員現在講的是 意料的這件事情還是其他的事情 你很理直的氣壯說 你是法律系畢業的 然後你這個剛才還是高嘉宇委員在請教你 還不是講完委員請教你 高嘉宇委員請教你的時候 他跟你講說 為什麼你不按照未遂犯處理呢? 你要告訴他沒有著手 什麼叫做沒有著手 你都已經判斷說 高嘉宇委員還跟你講說 什麼是你判斷 怎麼不是法院判斷呢? 你都已經講說 他已經去跟這些工商團體接觸了 他沒有接觸的話 你那你講說 那你沒有著手 他都已經接觸了 你也講什麼30%什麼東西出來 沈富雄也跳出來 講了 為什麼你認定他沒有著手呢? 對不對? 那人家跟你 人家問你說 前課我請教你啊 KK啊 KK遠區這些 柬埔寨也好 清埔寨也好 都一樣 這些被因為要找工作 然後被騙去的人 然後你警政署呢 在機場裡面舉牌說 哦不要去也不要被騙啊 然後你現在按照你的邏輯 如果你的邏輯是對的話 警政署對於那些的人 他也不要讓別人知道 好他們沒有去就已經很好了 你的邏輯是這樣子嗎? 這有兩個層次的問題 什麼叫做有兩個層次? 我現在問你的就說 既然是違法的東西 我還沒問完嘛 我真需要你針對問題嘛 既然是違法的東西 既然你都已經認為它是前客了 既然你都認為是他的前客 這個不難道為了保障國人的健康 為了保障這些的工商團體也好 宗教團體也好 他為了老百姓 所以呢 他在政府做不到的時候 他願意挺身而出 你不難道是要把名單公佈 才讓不管是工商團體 企業團體也好 或者是宗教團體也好 他不會再上當嗎? 我們已經確保他沒有上當了 你怎麼知道後面沒有來? 因為他就不會再去買疫苗 你開玩笑 他前客只錢這個疫苗而已嗎? 將來不會有醫藥用品嗎? 碰到再說 所以換句話說 你的邏輯就回到我剛剛講說 清朴寨也好 柬埔寨也好 他在那邊擋住了 所以那些違法作歹的人 就不需要讓別人知道 不需要讓別人將來避免再次的傷害發生 這個是你的邏輯 所以今天我就回歸到 我剛剛前面講 為什麼我說你是尼克森的信徒 為什麼就是大家都覺得 這個一臭萬年的這句話 行政單位他做的事情 居然就絕對要合法 他做的事情就絕對是核線 光是從你的上面講 我光是舉個例子來講 公元廉政倫理規範 你做了嗎? 你也沒做啊 你到目前為止是零件啊 你到目前為止是零件 是你剛剛自己講的啊 那你做的事情 法律的規定是這樣子 你剛剛不是講說憲法規定 法律規定你遵守嗎? 為什麼法律規定在這邊你不遵守呢? 事實證明 事實證明 我還問過你喔 我上次還問過你說 我說欸 你都不避嫌欸 高端的案子已經在調查了 在調查的時候 你居然還業會陳時中 你還業會陳時中 我還問你說 高端有沒有 那這有什麼關係? 怎麼會沒有關係? 那為什麼有關係? 這個是全民所關注的啊 今天全民關注的事情 那高端是高端呢? 我去找什麼人 跟這有什麼關係? 所以大家在問說 你是在幫他做什麼樣的規劃嗎? 我們就算是同學 我們就算是 對啊 這是全民擔心的嘛 你做為一個部長 你不難道應該是釐清嗎? 你不難道是釐清嗎? 那我釐清嗎? 是信不信有你的問題啊 不是信不信有我的問題啊 問題是在於 你講的東西 你講的東西 跟實際上面的規定 完全不相符合嗎? 如果你的邏輯是對的話 你事實上是主張一拳啦 行政權獨大啦 所以你主張的就是從 民主制度 民主自由的制度 回到地質 我現在真的是沒有辦法回答 沒有啊 這奇怪 人家問你說你很奇怪 為什麼你光是這個 人家跟你講說 實際上面的情 你就要把他們批評 不只是批評 那個蔣安委員 連他的學校 政大是什麼事情 對不起你啦 你為什麼他會有這樣 政大對不起你 是他先批評我 佛光森對不起你 辭季對不起你 我能 到底全台灣人民 誰對得起你 就是讓你坐上這個位置的人 對得起你而已嗎? 以上謝謝 好謝謝 謝謝李委員 接下來請 陳佼華委員 感谢观看